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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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二天早上 这个丈夫上班去了 这个妻子在家里面 烙了49个饼 49个饼啊 一个饼 面粉做的饼 然后写了 给丈夫留了一封信 然后自己就 自己就了结了 自己就死掉了 就拿个把剪刀 就把自己解决了 解决了 这个小说 想告诉人家 告诉人家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生活中的 很多 不尽人意的一种 生活现状 拆散了很多 非常非常相爱的 哪怕是夫妻 或者是有情人 这一对夫妻是 非常非常 情感 就是说 情感很深的 但是由于这个妻子 生了一种病 生了一种病 要靠这个丈夫到外面去 征钱 买药 来医治他的 妻子的病 但是呢 他所挣那么点钱 买那么点药 对他这个妻子的病呢 扯手悲心 他慢慢慢慢就把他家里面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变卖了 所以当他妻子就 不忍心于他丈夫 变卖他家里面 所有的财产 来挽救他的生命的时候 他的妻子 突然他觉得 我应该自己 掀他而去 把该留下的都留下来 让他男人 让他儿子 很有机会 好好生活 这就是一种 这也就是一种人性 但是这种人性和前面讲的 这个山貌行动 越南和美国人 又不一样 这是两个阶级的 这个是人家一对夫妻 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中 有太多的素材 关键是我们在把这种 这么多的素材 你怎么把它 从一个好的角度 把它 把它写出来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前一阵子 我去参加了一个 我们上海文学的一个 文学 文学爱好者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说谈会 那么我也难得去一趟 都是一些文学爱好者 参加我们上海文学网络的一些 一些 一些童子 我去了以后呢 他们都 每个人都把他们写的文章 都给我看 然后叫我提一卷 那么我就 其中发现有一个 女童子 她写了一篇小说 叫 叫 保姆 保姆 就是家里面请保姆 我就 我就看了以后呢 我就给她交流 我说 你这个 保姆呢 虽然讲得 很具体 面面俱到 也很现实 真的是 把生活中的一些保姆的 一种摆态 都写出来了 但是 我说 你写 和不写 一回事 你不写 我们也知道 保姆在家里面 无非就是主人要地方她 偷东西啊 或者是这个 偷懒啊 或者是 隔人家主人啊 那无非有这些事情嘛 只不过你把它 你把它写出来 我说你写出来 我看和不看就一样的 我看你上面就知道你下面 你跳不出个框框 你这个角度四角不对 你这个保姆 你要教任何人的写 都会这样去写 就像今年那个中考 中考写那个悄悄话 哎呦 我知道太多的同学 都去写什么 在图书馆里面 听到人家说话 拍拍肩膀 清静点 悄悄悄悄的 或者在车上面 看人家一个年轻人坐在位置 不让人家老人家坐 拍拍他肩膀 悄悄悄 跟他说 你应该让出来 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 中学生的一种 一种对 命题作文的一种 一种就是说 他的一种感悟 他觉得这就是悄悄话 那么和这个 这个作者写的 保姆一样的 这种东西 就觉得太浅了 你这个写出来 你像流水这样的 哪年哪月 家里面来的保姆 这个保姆是什么安徽的 这个保姆来了以后 偷懒 或者偷东西 我们家里面 有故意什么 故意丢了 丢了十块钱 丢了十块钱 然后装作没看见 然后晚上看看 这个十块钱还在不在 不在了 第二天把他炒油炒掉了 而且 还要把他要坏了 这个十块钱还不能给他 对吧 或者这个十块钱还在 那么想想 这个十块钱是不是太小 第二天换一百块 这一百块看看还在不在 一百块不在 证明这个人还是贪的 贪大的 不贪小的 那么还得把他炒油炒掉了 但是我一百块钱 还不能拿回来 这个写 没什么意思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写的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 我说 我不是批评你 我说 你有这种 就是说 生活中的一些百态 你能把它 你能把它 变成 变成小说 变成故事 我说这个很好 但是我说你体量不够 你不能简单的 把生活中的这个事情 复制过来 你这个复制过 你不经营加工 不经营自己的虚构啊 或者里面人物的那个描写啊 或者你还要 还要做一些什么铺垫啊 那个这个悬念啊 高潮啊 你什么都没有 就像吃一碗洋葱面 这肯定是没有锅桥面好吃的 我说 你这小说不能这样写的 他说 那修老师怎么写啊 那我说 我也随便跟你讲讲吧 我说既然你说怎么写 我说那我来写 我说我首先写 小说不会写保姆的 这小说的标题不能保姆 你写保姆 你肯定是送的这个保姆 这保姆无非就这么点事情 那有什么好写呢 我说 那我跟他说的时候 我真的是没什么考虑 我就说 戒指 戒指 戒指啊 结婚的时候 送的戒指啊 专戒 也 我说 我说你听着 我说我会这样去写的 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不是保姆偷东西 而是主人 故意把这个戒指藏起来 架火于这个保姆 要把这个保姆赶走 我说我的主题是立在这个上面 这和一般人不一样吧 一般人是保姆偷懒了 做不好把他赶走了 这个保姆如果做得好 做得很好 很爱干净 很节约 而且又会做菜 哎 这个这个求之不得了 怎么会赶他走呢 哎 这有他道理的 那我要设计设计 设计一条 一条走线 这个保姆是 要把他赶走 但是赶不走 为什么赶不走呢 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呢 就是阻碍 那个丈夫为什么阻碍呢 这个这个这个女主人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女人的低优感官 他这个他这个觉得呢 这个丈夫呢 和这个保姆有点疙瘩噠噠 有点疙瘩噠噠噠 而且这个保姆呢 年纪轻 也不像农村里来那种保姆 那么汉厚 长得那么朴实 哎 这个这个保姆抗拒 还有一点文化修养 一招打扮 还不像一般农村来的 还有一点 身材也蛮好 所以这个这个女的 就本身就是 就是不同意他的 他的丈夫就是说 呃 上发两次要到外面去 去凭保姆来 但是这个丈夫 总于有一天 没有经过 我同意 外面请了保姆来 而且请了这么一个 他看上去很 非常不顺眼的一个保姆 这个不顺眼 是这个女人眼里面不顺眼 这男人眼里肯定顺眼的 对不对啊 那么 而且这个 这个保姆 这个保姆来了以后 方方面面都做得很体面 很好 你找不到半点 你就要把她赶走 但是这个女的 就要把她赶走 但是有一天 这个老婆就跟丈夫讲了 她说 我的戒指不见了 而且肯定就是这个保姆偷的 这个戒指不是普通的戒指 当年这对夫妻 就大学毕业 两个人一起留养 到加拿大 到加拿大去生肇 生肇了以后 回来了以后 两个人结婚了 当年这个新婚 那一天 这个丈夫把这个戒指 戴在她那个手上 所以这个戒指 对于这对夫妻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特殊意义的 是不可能斗掉的 那么当这个女人 跟她丈夫说 这个戒指不见了 而且一口咬定 是这个保姆偷的 但是这个丈夫 也不同意 把这个保姆赶走 那里面有很多悬念 当有一天 总于这个女主人 感到身体不适 就都也走不动了 胃口也没有了 感到非常身心疲惫的时候 单位里面告诉她 她生病了 明天不要再到单位里上班了 在家好好休息 她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有一天 她自己到医院里面去 通过关系 找到医院里 对她病情的诊断 她知道自己得了个绝症 她心里面很失落 很痛苦 她觉得她心甘的男人 竟然当着我生病 背地里和这个保姆 还 偷偷摸摸的 到了这个偷偷摸摸 有一天她是看到 她看到有一天 当她回来的时候 发现她在丈夫的书房里面 这个小保姆在和她丈夫 两个人好像在说什么话 在讨论件什么事情 这个女人 到那个时候 知道自己兵落高荒的时候 她丈夫和这个小保姆 来到她这个床前 把他们给她亲自调理的一种草药 来给她调理的时候 她才发现 其实她的丈夫 并不是和这个保姆 有什么感情的究竟 而是这个保姆 因为这个保姆到她家里来 本身就是这个丈夫 已经知道她的妻子的病了 她为了减轻这个妻子 家庭的劳累 家庭的负担 她决于自己 背着这个妻子 到了保姆介绍所 找了那么一个 有特殊的才能的这个一个保姆 她不是找一个来做饭的 来媳妇的 她就找了一个 知道这个保姆在家 是在山区里面 她的祖上是行医的 是懂中医的 而且是有一定的 治疗这种毛病的一种后代 她把她请到家里来 她和这个保姆 经常有商有量 背着这个妻子 其实是在商讨 在给她妻子治病的很多方案 但是她妻子不了解 表面线上她觉得 她妻子好像背着她和这个人 有什么事情 当这个妻子最后明白 她丈夫的一片苦心 这位保姆 是这么一个 对她宽宏大量 对她 这么一种 不嫌弃 所以这个时候 她良心发现 他良心发现 我说到这个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周圍说 我说这个结尾 你完全不必把这个戒指拿出来 对不对 因为这个戒指是你长的 是你长的 你总有一天 这个戒指会给你丈夫发现 这是一种结尾 第二个 你把这个戒指拿出来 但是这个戒指拿出来 如果你这个女人 你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 出于自己的一种良心的发现 你应该把这个戒指 戴在这个保姆手上 你自己也不配得戴这个戒指 你因为你误解了人家 如果你这个戒指还拿出来 还戴在这个手上 这个就已经是 射去这个戒指的本身的意义 第一个是不拿出来这种戒指 第二个是拿出来以后 你或者就是说 你现在可以不戴在这个保姆手上 或者就是说你有一个遗嘱 你可以让丈夫来分配这个戒指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作者选择呢 就是说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就是说 在生活中是发生的 我们不能简单的扑制过来 就变成一种小说 这我们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 他的读到执着 而且呢 这小说的 那个故事发展的 那个解决 往往是 在情理之中 他又出了意料 如果是按照我这样去写的话 我的小说名字就叫戒指 不叫保姆 就戒指 如果他这样去写的话 这个小说都有意思多了 同样是写保姆的 写人的一种 一种情感的 写人的一种忏悔的 写人的一种高尚的 这保姆都高尚 这女人都差见 但最后他觉悟了 对吧 这个男人对他多爱 这爱是发生真心的 这个几个人都很伟大 都很高尚 如果这样去写的话 这个小说就很不一样 就可以一般的写保姆 就不一样 如果这样去写 我觉得 他说 徐老师 你讲的启发我 启发我的 我说好 那我说你等 我等你下一篇 你小说什么时候来 他后来也没有小说来 所以说我们 我们生活中 其实 其实就是说 我们每个同学 或者每个作家 都生活在 现在生活中 很多故事 都是亲历的 听到的 关键是 你要有多一个心 如果你是一个写作者 你是一个作家 你就要多一个心 你听到的 有时候听到一个故事 听到一句话 一个优秀的作家 听到人家旁边的说一句话 他就会 这句话就会变 就会变一个短片要说 这一句话 就是一个标题 然后这个标题 甚至他的这个主题 他就会延伸出来 变成编号的小说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和作家 焦虑说话的时候 不能轻易的 把自己的一种 一种素材 一种说话 就很纸粹地说出来的 你一不小心 就给人家拿去了 因为你还没成为 作品之前 人家到处都可以用的 对吧 作家也不是说 他很多东西 都会变成故事 他也在听啊 他也听啊 他听一百个 说不定有一个 他觉得 这个就是一篇好小说 偏偏你没写 人家拿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 在那个生活中面 要多一个 展一个心眼 又把这个生活中的 很多事情 要把它变成一种 小说素材 要提炼 要加工 要变成这个文字 当然这是一个 很痛苦的过程 但这个痛苦过程 首先你要相信自己 那个宁夏的许一 他就很相信自己 如果这个小说 给人家两家刊物退掉 他就觉得一变死了 这个人家 审里面两家刊物都退掉了 我还怎么戏场 他偏偏给上海 他相信上海的 他相信上海的作家 相信上海编辑 偏偏拼到我了 我还真的是 慢慢的理解 这个作者的心态 真的是一篇好小说 所以我后来 就这个事情 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我放在我博客里面的 这个偷提 很多人在点击看 所以我说说 要什么 要用心采良 乐作嫁衣 这个采良 人家说编辑就是采凤 编辑就是采凤 说到这我就想起 那个华士大老先生 老教授 钱国隆 他讲的 文学就是人学 这句话太英明了 真的是真理 文学就是人学 这个文学 文学是能创造的 对吧 你没有人哪里文学呢 对吧 你没有人有素材 人家也不可能变素材 对吧 但是你因为人 都没有素材 那也没用啊 所以我们同学 不管是现在 要越试 试着写小说 或者已经在写了 或者已经写了 有很多作品 对吧 都要有一个信念 都要有一个信念 首先 喜欢 第二要追求 第三要荣誉 尝试和坚持 你不尝试 光听光说 口头故事 人都会讲 但是口头故事和文字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文字远远要高于口头 口头那个 为什么小说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文字表达的 表达 嘴上是说不出来的 但是它文字能够体会 它有一种意境 它有一种画面感 它有一种画面感 这个小说里面是说不出来的 小说的最多讲 口头最多讲 就是打他一下 怎么怎么 文字里面有很多 很多的意境在里面 所以我说 就是要把生活演变成故事 其实不是嘴上说说的 还是要 要 渗入到生活中 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生活中 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 同学有同学的 他这种环境 老师有老师的环境 做编辑的做编辑的环境 每个不同的环境 但是有一点我强调的 写自己最熟悉的 那一定要写自己最熟悉的 道听图书的 可以变成故事 但是故事毕竟是人家的 毕竟不是自己的 不是自己的东西 说句我的良心话 哪怕是最伟大的作家 有编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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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是我自己亲历的 他写出来的东西 肯定是他自己 通过他内心 一种 一种发生内心的一种 情感在里面 有编辑的 是 有编辑的